所以從開幕到現在 其實我們就陸續去一直增加很多的親子設備 包括室內室外 那今年從這個 聚餐開始 我想陸續去大家都還是會再看到一些 教室 在操作的一些親子活動 還有這個支援上的利用 那不管是Q3還是Q4 我們還是很期待就是 再展現更新的親子活動 給大家跟市場來看 跟這次的暑假有沒有關心 暑假本來就是親子的大餅 所以很難合議原本就在親子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說是 我們利用這個時機點 然後再更加強我們對於親子的重視 也讓大家知道我們對於親子市場的經驗 所以當然是 暑假我們還是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親子活動 還有客人來到這邊 原則上其實平常的假日 不要說暑假而已 一般平常假日或連續假日 其實這個單據本來就很受歡迎 所以我想這個一定要再繼續更好 然後再讓更多人都知道我們 不好意思我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是自製的還是從國外引進的 全部你們現在可以看到的火車 我們的火車達人李秉儒還幫我們擋照 有台灣 他是台灣的 全部都是手工製造的 不是我說是從 是我們自己做的還是歐洲引進 還是美國引進的 我們自己做的 自己做嘛對不對 對而且全部都是手工製造的 你們動力是什麼 動力是電力還是機油 待會我們可能有我們的火車達人 我們要改變 這個炎沒的話 一直展示